太极生两一 一阴一阳之未到 我们太极这个整体啊 动啊动啊 它里面轻轻着上 啄啄着下 慢慢就分开了 产生一个分界线 两股势力 那积极的 向上的 阳光的 乐观的 就代表阳 还有很多很多 那消沉的 收缩的 内脸的 女人是阴 男人是阳 除此之外 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个 阴阳二七所化 这就是我们到 自古以来的 一个观点 这个阴跟阳 我们 先说一下它的颜色 现在把太极图都画成 黑白 因为我们看到的 最亮的感觉就是白色 太阳光 虽然感觉像黄 但是七色光分离 一样 合在一起一样 那就是叠加碳 它就是个白 那 浓重 莫彩 所有的 画在一起 就是个 可以 那实际上是不是呢 真的不好说 我们都是这样画的 包括前面说了 那个太极的形状 是那样的 你可以画出很多样子的 那如果先天八卦一个样 后天也一个样 而且它不是正规的那种 正规正矩的形状 何况它是动态的 所以变化万千 说天玄地黄 这也是一对阴阳 那地是黄的 土是黄的 那它主镜 主包容 那也是它的特点 土嘛 收藏万物 所以 黄 是个中色 那天玄 玄是 红色 甲 黑色 我们五行里面 红色是黑色是什么 一个水一个火 那个是 什么很奇怪 两个极端 和什么天 那混在一起是什么呢 玄 就这个样子 而且说紫气东蓝 你看这个 像不像 混在一起 跟紫色差不多嘛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 去再观察 那这个阴阳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伸出一只手 这是阴 这是阳 凡是一动的 这一面 就是阳 那这个 是阳 大拇指吗 四个字 在一起 偶数 是阴 所以 你说 阴阳 是相对的 相对立的 又是统一的 都在一个手上 相对的 统一的 此消彼长 我问太阳 那无处不在阴阳 只要你眼睛看得见 一定是有光 那这个 照了一个物体 照在这 它后面就有个影子 那有阳 就是有阴 如果这个阳 多了 那这个影子就少了 阴就少了 那么无处 都是这种道理 所以 一二三 再仔细听一下 这就是 它的 之间的关系 然后 阴阳 阴极阳声 阳极阴声 那又是互相转化 此消彼长 到了尽头 会转化 然后阴阳这两个字 这个耳刀旁 它最早是一个山 就是说 一个是山南 一个是山北 然后 山南水北主阳 山北水南 然后